美国执法机构一直在加紧努力 遏制芬太尼及相关毒品走私到美国 这种合成阿片类药物在缓解疼痛方面的功效 大约是马非的100倍 仅仅几毫克就可能致命 但用于非法制造芬太尼的前体物质 在线销售仍然火爆 美国之音在线搜索了有关化学品的数字标识符 主流网站包括开放式音频平台SoundCloud 立刻都跳了出来 疑似毒品供应商的网站发来了他们的联系信息 通过短信 我们深入了解了这些涉嫌非法供应商的运作方式 他们都声称自己在中国 他们提供了一种受美国当局严格控制 并在中国接受审查的芬太尼前提 另一种化学品也受到美国的控制 一些人说他们首选的分销路线是通过美国 他们声称在美国有仓库 将包裹直接运送到美国可能需要长达三周的时间 价格从每公斤100美元起 有的还接受比特币 他们解释说为了避免被发现 货物有时会贴上猫粮的标签 美国之音无法独立核实 涉嫌非法供应商的说法或他们提供的化学品的性质 对于消费者而言 芬太尼可能颇具风险 根据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国家卫生统计中心2022年的现有数据 涉及芬太尼和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的致命过量事件 多达七万五千多起 如果您有向大家的预防护力 给这些货运的绕合 这种货币是保持的 这种货币是带预护能量的 这些货币应当中的 不是客户وج戴的货币的优先 据事关发言人刘鹏宇介绍 中国对所有副表的化学品 都有许可跟核查制度 2021年中国逮捕了8000多名 涉嫌网络贩毒者 美国之音的调查 引起SoundCloud公司的注意后 这些帖子被撤下 但专家表示 这是持续存在的问题 白宫国家要务管制政策主任 拉呼尔·古波塔博士说 拜登政府正在与美国 和全球的社交媒体合作 打击贩毒 古波塔办公室 以进行任何后续行动或调查 美国之音记者 伊格莱西亚斯 华盛顿报道